今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三位大使的提名案 其中包括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随后外交委员会对副国欧卿的提名人约翰·萨利文举行了听证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 请他来具体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好的 平正 今天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是度过了一个非常忙碌的上午 首先是通过了三位美国驻外大使的提名 那么其中就包括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的这一项提名 除此之外 另外两位驻外大使是美国驻三内加尔和美国驻刚果的大使 那么今天布兰斯塔德驻华大使的提名 是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获得了全票的一致通过 显然参议员们对于布兰斯塔德在上一周听证会上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满意的 就比如今天民主党籍的来自马里兰州的参议员卡登 他就对布兰斯塔德驻华大使的提名表示了强烈的支持 他认为在现在布兰斯塔德是可以完全胜任驻华大使这样的角色的 我们先来听一听卡登在今天的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布兰斯塔德州长被提名为驻华大使 这项任命至关重要 我认为他在听证会上与委员会合作良好完全胜任这一职务 我强烈支持这项提名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他担任州长有23年之久 他知道怎样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们也期待他就任大使 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外委会的委员们的意见也是相当的一致 所以今天这个会议的气氛也是相当的轻松的 那布兰斯塔德他担任驻华大使是由他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那他的优势首先就是川普总统也说过了 他对于对外贸易是非常有经验的 并且担任驻华大使他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有一段长时间的游异 中国的外交部呢也是将布兰斯塔德是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但是在他这个获得提名之前 但是爱华州长期间呢 他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操纵汇率的问题 以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呢 都没有做过过多的这个公开的评论 这也是招致了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 但是我们看到他在上周的这个听众会上 在回答议员的提问的时候呢 就像你刚才在这个新闻中提到的 他也是表示会在这个朝鲜问题 以及在人权问题上将中国施压 并不会因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友谊 而有产生任何的这个压力 那么之前呢我也和这个布兰斯塔德 有过一次面对面的这样一个接触 那么当时呢我也问到他 他对于担任驻华大使的一个展望 那么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布兰斯塔德他是怎么说的 作为驻华大使到中国 人们认识我 也把我当成是中国的朋友 这是我的优势 我的挑战是要接触不同的人 不同的文化 我们需要寻找共同合作的方式 在您担任大使期间 您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的首要考量是推动经济发展 为爱奥华带来更多的就业 更多的出口机会 同时也帮助中国繁荣发展 是布兰斯塔德也表示呢 自己是非常期待出任中国的 这个美国的驻华大使的 那么今天他的提名 获得这个外委会的一致通过 也是有一定的标志性的意义 这也就意味着呢 他在参议院全体投票的时候 获得通过的几率也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参议院全体投票 现在这个日期呢还没有确定 但是这个结果呢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悬念 那今天随后呢 这个外委会还进行了一项听证会啊 就是对于这个副国务卿的提名人 约翰·萨利文的这个听证会 那这个听证会呢 总共进行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参议院对于这项提名呢 也是似乎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那么萨利文呢 他自己也是上来 在这个陈词中呢 他就表示了对美国的外交官的一个尊敬 他的叔叔曾经就是美国的外交官 并且是曾经担任美国驻伊朗的大使 那么这次他副国务卿的提名 如果获得通过的话 他将会成为仅次于 蒂勒森在国务院的这个第二号的人物了 那今天在听证会上呢 这个萨利文也是被问到了多方面的问题 那除了外交和人权方面的问题以外呢 还有参议员问到了他关于这个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的问题啊 那这个萨利文也是表示呢 说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这个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并且他认为呢 美国应该尽自己的所能做出有力的回应 我们来听一听萨利文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对于这种干涉民主制度的行为 我们必须进行有力的回应 当我们谈到基本人权时 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代议民主制度上的技术上的 不能接受干涉我们政治议程的行为 这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严重威胁 我们需要尽一切所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是那萨利文呢他现在是 是供职一家律师事务所来提供国家安全 还有外交政策方面的咨询的服务 那此前呢他在小布什政府期间 是担任过商务部的副部长 并且呢是分别在司法部和国防部来任职 那么这一次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如果提名获得通过的话呢 他将会成为国务院的第二号人物 并且他还会兼任来主管国务院的行政管理的工作 但是他身兼两职还是会只拿一份工作的薪水 以上呢就是今天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评长 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